最希望中国崛起的五个国家 我国越强大 他们越有安全感 到底是哪五国呢 首先第一个希望我国崛起是俄罗斯 1993年 俄国提出双头鹰外交 既重视西方 又重视东方 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 中俄两国展开了友好交流 事实上 之所以说俄国希望中国崛起 乃是因为目前双方都具有共同利益 首先是最为直观的经济合作 俄国作为典型的瘸腿 轻重工业发展极度不平衡 也就是经济实力跟不上军事水平 尤其是与我国接壤的东部地区 基础建设更是薄弱至极 在老美的封锁制裁下 同我国展开经济合作就成了最优解 据俄方数据显示 人民币已经正式成为莫斯科交易所的第一大外汇 交易占比一度达到了48% 并且正在推出人民币结算基金 这就能看出 我国对于他们的经济影响有多大 事实上 我国已经连续12年稳居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位置 而且贸易总额基本呈现出增长趋势 在前不久就掀起了一阵俄国的产品热 大量俄制食品成为我国市场的宠 黑龙江铁路大桥也扑轨贯通 建立起了两国进一步友好沟通的桥梁 试问 若是我国孱弱 又哪里有余力去消化如此众多的俄国产品 岂有如何获利 若是我国孱弱 货币没有公信力 俄国如何规避老美经济制裁带来的影响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老美连同欧洲各国向俄国实行制裁 将其踢出Swift结算体系 及国际交易的一个货币清算系统 在被踢出去后 俄国的所有贸易都只能使用人民币和卢比来结算 而卢布又不是国际货币 很难被用以结算 若是离开了人民币 其对外贸易之路可谓是被堵死 而俄国反过来利用能源制裁欧洲 减少出口量 但也相当于减少了自己的经济收入 要是少了我国的支撑 这一招几乎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例如此前中俄就签订了天然气的采购合同 我国出钱 俄国出资源 可以说是各局所需 合作共赢 另一方面 我国的强大也可以有效缓解俄国面临的压力 正如前面所提 老美连同欧洲各国对俄国实行制裁 导致其压力飞升 早在很久之前 俄国就提出过要加入北约 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这里可以看出 其承受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而我国越强 欧美需要分散的力量就越多 这样就减轻了其面临的压力 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这些年来 老美不断地对我国进行制裁 迫使中俄合作不断紧密 双方人民友好关系持续强化 2019年 俄国已经将中文列入其高考闭考范围 人民也在呼吁我们已经搞定了普通话 外汇 中国人快来俄国旅游 中俄有共同利益 更有共同面临的威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双方都会是共赢局面 我国的强大自然是会受到其热烈欢迎 最希望中国崛起的五个国家 我国越强大 他们越有安全感 到底是哪五国呢 接下来第二个 正是巴基斯坦 中巴有意起源于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 由于我国的出手 让巴基斯坦化解了一场灭国危机 在印巴战争中 巴基斯坦长期是处于劣势的一方 在得到我国的军事支援后 局势才得以稳定 并且是我国下达国际通令 勒令印度退兵 否则将陈兵边境 这才将印度下退 让老美也不敢插手 时至今日 巴铁对抗印度的军事装备几乎都是中式 其空军的主力战机 骁龙和歼10C 占据了其三代机总数的三分之二 剩下的F-16虽然是进口老美的 但是在印巴冲突中却被老美禁止使用 霸权主义 可见一般 而其陆军的主战坦克VT-4 NBT-2000构成了绝对主力 海军的054AP驱逐舰 S-20T潜艇等更是其战力一掌 可以说 巴铁的军事实力基本是靠我国在撑 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个趣闻 巴铁无意间捡到了一张设计图纸 恰巧就造出了核弹 虽说是个玩笑话 但是也能看出来我国对其影响之深 而且我国越是强大 对于妄图侵略的印度震慑力就越足 毕竟印巴双方的实力差距 还是十分明显的 老美要插手也得思量再三 而第三个希望我国崛起的国家 正是朝鲜 中朝有意可谓是来源已久 从古代开始 我国元朝作战几乎贯穿着朝鲜半岛 从古至今的历史 唯一一次没有成功的甲午中日战争 直接让朝鲜沦为了殖民地 这也能看出我国强大对于朝鲜的重要性 距今最近的抗美元朝作战中 在志愿军到达之前 朝鲜在美韩的攻势之下节节败退 局势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向 若是真让联合国军得逞 那么今天也不会再有朝鲜这个国家了 有的只会是韩国 然而在志愿军到达之后 这一局面迅速得到了改变 一度将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 将其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 另一方面 由于中朝双方的意识形态接近 而朝鲜也是我国目前唯一有军事盟约的国家 且我国外交部发言 该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 将一直有效 条约内容包括有双方互帮互助 只要有一方遭受侵略 另一方就有义务实行军事援助 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日韩虎视眈眈的情况下 朝方仅凭一己之力对抗霸权主义还是会显得势单力薄 并且纯亡齿寒的道理 双方也心知肚明 我国越强大 所能为朝方提供的军事援助就越多 并且我国坚持独立自主 和平外交政策 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点就可让朝方无后顾之忧 最希望中国崛起的五个国家 我国越强大 他们越有安全感 到底是哪五国呢 接下来第四个是古巴 与中国双边关系最好的五大国家中 古巴赫然在列 时至今日 双方的友好关系始于1960年9月28日 并且古巴是第一个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拉美国家 也是西半球首位 从这里就不难看出双方的友好程度 事实上 就连驻古巴大使马辉也将其亲切称为古铁 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在很多问题上都采取了共进退 在老美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时 我国表示强烈反对 坚定捍卫其国家主权 时至今日 老美也没有放弃控制他们的企图 由于地理位置关系 我国和古巴相距甚远 其并不用考虑边境冲突问题 而且我国的实力越强 对老美的威慑力越大 古巴只会受益越厚 曾经的古巴被当作美苏争霸的棋子 从古巴危机就不难看出 美苏都不符合古巴平等的理念 他们越强 其受到的威胁就越大 而反观我国 开展一带一路政策 积极拉动古巴的经济增长 把双方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 达到合作共赢的局面 因此不管是从政治 经济还是理念角度来说 古巴都是肯定希望我国强大的 最后是第五个希望我国崛起的国家 则是伊朗 21世纪以来 我国一直是伊朗最重要的商业伙伴 是其最大的进口国 第二大的出口国 其领导人也公开称赞中伊两国的友好关系 而伊朗作为石油大国 俗话说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丰厚的油产资源吸引了诸多石油强盗的目光 老美为了控制其石油产业 推动在中东的霸权 联合各国切断了伊朗的石油出口 制裁时间长达40年之久 这里 不得不提到老美的货币体系 通过几次干涉中东战争 将美元与石油挂钩 空手套白狼 现目前 全球有约80%的石油交易是以美元结算 美钞印出来换成石油资源 然后再挤进一手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老美手中 这样 老美获得了大量的资源 付出的成本不过是纸钞的印刷成本 伊朗低价出售石油 自然是不合老美心意 并且妄图发展武器保护己身 更是触怒了老美 自然遭到了制裁 而伊朗又以石油为生 在被老美制裁之后 其出路就是去美元化 以人民币来结算 同时转变经济结构 大力发展非石油产业 这样 我国的强大对于伊朗的重要性 就足以体现出来了 我国实力越强劲 所需资源就越多 伊朗的石油卖得就越好 事实上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是伊朗的超级大客户 而其他几个进口大国 例如日韩在老美的威胁下 又不敢大量购入 据公开资料显示 2022年12月 伊朗的原油日均出口量为113.7万桶 几乎大部分都是出口给我国 可以说 我国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 撑起了伊朗的经济 毕竟石油进口大国就那么几个 吃得下 更敢于吃下的国家 更是寥寥无几 伊朗自是希望我国越强越好 其实综合看来 可以总结为一句话 国家之争无非就是利益之争 五大国家和我国有着共同利益 甚至说共同敌人 联系自然是密不可分